忘记白色情人节!曾凯旋竟拿这部《长汪》。 曾凯旋下午出席瑞士顶级保养品牌《Vement》演部保养品上市活动,结果上了舞台之后才知道今天是3月14日白色情人节,问他是否有准备礼物送给老公陈关羽。 他吃惊说,我真的刚刚才知道这个日子,我们平常不过节的,那就,晚上请他吃地瓜球好了。 身为一位全职妈妈,她觉得接下活动出席的工作是放风,我难得出来啊,这样就很开心了。 问他平日的书压方式,他笑说,也跑不了到哪里去,就是在家靠听音乐,看电视来排解吧。 他透露短期内没有拍戏的计划,接接活动即可。 出席保养品活动,一定会被问到平保养方式,他表示,保养不能因为赚时间而太快速,该做的都还是要做,我很注意保湿,如果不处理好,皮肤会有很大问题。 我皮肤很薄,如果眼周肌肤没有做好保湿措施,会有很多的小纹路。 3 2 3 4 4 5 6 7 8 9 7